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来自台南市造会 欧文锦弟兄 福利比书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过力 只要凡事 皆得祷告祈求 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 告诉神 来参训之前 我在每一天的上下班的路途中 会一直有祷告 但是在家里 却没有建立起为着定时的祷告 感谢主 在家里 我多年的基督徒生活 新约圣经 虽然读完过几遍 但是旧约圣经 尚未读完过一遍 我们夫妻天天赶着上班 很少能够来在一起 诚心享受主 只能有晚心 家里还有 年老的母亲 尚未得救 来参加训练之后 在中年班这里 每天早上和下午 都有跪着定时的祷告 也帮助了我 为家后 实行 跪着定时祷告 我在祷告中 常常为着 夫妇能够一同 天天诚心享受主 以及我89岁的母亲 能够早日受尽来祷告 在今年9月25日 我们夫妻再一次了迫切地向我的母亲传福运 加上我的儿子一同的佩达 当天我的母亲心柔软下来 又愿意顺无 这真是有圣灵的工作 也是我们一同佩达 带我母亲祷告 将她受尽得救 感谢主我全家就这样得救了 我也恢复了 我准备天天诚心享受主 我自己也把新决会圣经 至少读完一遍 而训练的同伴们 一同追求 壮年班 所指定的十本的 属于书报 也写下了这十本的 新的报告 而取得了 得书见长的条件 感谢主 这些都是借得 在训练的期间 定时的祷告 加上圣灵的工作 而成就得 在上课中 教授鼓励我们 毕业后 能够到乡镇移民开展 我在祷告中 向主奉献 我愿意 毕业后到乡镇移民开展 我等感谢 重年班的陈前 帮助了我 建议了 在家里 为着定时祷告的生活 我毕业后 要继续参加 延伸训练 和同伴们追求 李长寿文局 再加上新一 就业盛进 一年至少要读完一遍 我们夫妻 要一同奉献给主 到乡镇移民备大开展 都市有选择 官员 可不得 一定是 被困难 都市有一条 这条 这条 都市有空 都市有空 都市有空